好了,我们现在讲这个主题是 如何提升人的灵命和侍奉 其实刚才这种方式也可以提升人的灵命 当然我们也必定需要圣经的教导 因为亲近神本身就会提升人的灵命 我们首先自己有这种 亲近神的,每一天都用时间去亲近神 每一天在神面前安静的 不要太忙碌的 有些,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敬拜 跟普通唱曲歌有什么分别 很多时候唱曲歌的时候好像很忙碌的 就去唱这些歌词,很忙碌的唱很多歌词 这样的话,就好像注意力不是在神那里 但如果你唱很简单的诗歌 注意在神的身上,你就发觉神的同在就灵在 就会提升人的灵命 好了,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教导 怎样去帮助人的灵命 很重要是首先是恩典推动 恩典 就是说 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 够你的后述 十二讲九节 耶稣对吧 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 软弱上显得完全 这个就是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接纳 彼得多次 软弱 他快要跌进海里面了 他还在走在水上面 其实他是很勇敢的人 他很想 经历 所有神的经历 但他惧怕了 但神的恩典够你用 就是 神永远是用恩典帮助我们 你读圣经 如果你讲恩典 你看到很多 讲到神的应许 神的帮助 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 神的陪伴 在我前后 环绕我们 按手在我们身上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 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 住在一会儿 殿中 直到永远 你读圣经 很多很多 这些恩典的经文 但很多人 鼓励人的时候 不是用这些经文 他只是用你要祷告 你要读圣经 你要怎么什么 他以为这是提升人的灵命 他以为告诉人 要怎样做 这是提升人的灵命 当然 我们必须要 告诉人做什么的 但这个只是 我们教导的一部分 其实两方面 圣经里面有很重要 有恩典 有律法 律法是重要的 律法告诉我们 做什么 但律法不能 给我们力量 律法有力量 但这个力量是惧怕 我怕 神怕 怕惩罚 但 是神的恩典 所以这里说 我的能力 神的恩典 够我用 我的能力 是 他的恩典 是他的能力 律法只是告诉我们 要做什么 我们用这个比喻 生活中被恩典推动 就好像两个人 比起相爱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恋爱 有些人结婚 也未必有恋爱的 但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恋爱 当你真的被爱 你也很爱对方的时候 你很乐意做任何事情 令对方开心 你会很乐意做 有些时候 不是普通的恋爱 就是爱小孩子 如果你有孩子的时候 你真的会很爱他 你很激动的爱他 虽然他不乖的时候 你还是爱他 这个就是恩典推动 你里面充满对他的爱 这个是 在恩典中 推动的 就很容易饶恕 接纳对方 但很多恋爱的时候 充满爱 但结婚之后 很多啰嗦了 哎呀 你没有洗碗 洗碗不干净 你衣服没有放好 你有忘记我 你没有与我联络 就是这个情况之后 很多的律法 婚姻变得痛苦 你发觉 如果整天都是 我爱你 我看着你 我喜欢你 你真好啊 我有你真有福 我常常对我太太说 你是我 神给我的最大的礼物 除了天上的礼物 你是地上最大的礼物 感谢神 感谢神 我谢谢你 就是整天 都是这样的话 就很有动力 去比起相爱 但你想一想 如果你的婚姻 整天都说 你要洗碗 你洗碗不干净 你要做什么 你发好衣服 你要准时回来 都是吩咐 你觉得这个会 给你动力吗 这个会不会 令婚姻很甜蜜 不会的 律法 吩咐人做什么 永远不会给人 甜蜜的感觉 这是责任 我们需要责任的 但我们要明白 圣经里面的动力 是从恩典来的 律法也有动力 但这个动力 是负面的 也有 有这个提醒 我犯罪就有 严重的后果 顺着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受坏坏 这是律法的提醒 有没有这个动力 有 你知道 顺着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受坏坏 必会败坏 但这个不应该是 我们最重要的动力 如果你这是 你最重要的动力 你是整天说 我要尊重神 不尊重神 神要惩罚我了 神要打我了 祂要骂我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很 在惧怕中 做基督徒 但圣经是有 很多恩典 就是好像恋爱 恋爱 整天是比起相爱 我不知道 你们有这个经历 你看着对方 就开心了 在这个情况 你真的觉得 有无限的动力 对 对方做任何 好的事情 都会 对方有好的回应 你也感觉很甜蜜 但为什么 很多婚姻就变化了 因为慢慢 就是要求 就是要求 就是批评 说你没有做 你没有做 没有做 这样的话 本来是恩典的恋爱 变为律法的恋爱 通常来说 恋爱的时候 通常都是甜蜜的 如果你 当然有些例外 有些人结婚 是完全的 就去安排好了 就结婚了 就没有 完全没有恋爱 但很多结婚之后 就失去这个 这个甜蜜 因为 总是律法 但如果 我们在婚姻中 常常都有 令对方开心的 其实 令对方开心 首先 我们自己 也需要 活在喜乐里面 有些人 不懂得 享受什么 有些人 从小就去 做作业 做家务 都是做事情 长大了 要做工 要赚钱 要 照顾家庭 都是 整个生命 都是做工 整个生命 是做工的时候 都是 责任 这样的话 没有 真的 生命 没有享受的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享受生命 在过去 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 哈哈哈哈 很开心的 我想受 事奉 神是想我们 这样的 神说的话 也是 让我们有 这个鼓励 可以活在 神的恩典中 很多人 为什么 不能 这样 享受 神 因为他们 在律法 之下 律法 不但是 不能拯救 我们 而且是 不能给 我们力量 所以 想保持 婚姻 在享受的 状态 我们首先 享受 生命 真好 真好 有神 真好 有我的配偶 真好 他对我 好的地方 真好 我就 善待他 你善待他 令他开心 常常都是开心 如果有什么 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提醒的 我 我 我 你这样 你对我 游和 我很开心的 我很开心 你对我 游和的 你刚才 这样 对我说话 我有些不舒服 我们可以 避免这个情况 尽量用 游和的方法 也可以 表达的 有些地方 你是希望 对方改善 可以表达 但很多 就是没有 这种想法 他们以为 配偶不好 就要骂 配偶不好 我就发怒 不知道 这个就是律法 但信了 耶稣之后 还是这样 在 释放也是这样 同工的关系 也是这样的话 这样 释放也是痛苦的 所以我们首先说 神既然 喜悦我们 一杯凉水 为什么我们 不能喜乐呢 在圣经里面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其实 这个靠主 翻译 其实不是最准确的 这个最准确是 在主里面 喜乐 在英文是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 在主里面 喜乐 在主里面的 同在 所以我刚才 带领你们 爱慕神 耶稣爱我 为什么这样 喜乐 是有恩典的 在神的同在 神的恩典中 所以你想改变人 首先自己 被神改变 活在恩典 如果你活在 律法之下 你看到什么东西 都是不开心的 你没有做什么 你没有祷告 你没有正宗神 你没有读圣经 你没有传福音 这样会都是软弱的 都讲到都是负面的 这样的话 有些人会有些少改变的 但这个改变 其实是压力之下 不是喜乐的 喜乐的力量更大 爱的力量更大 你会看到 有些人问这个问题 如果你的老婆 跟你的妈妈同事 跌在水里面 你就哪一个 如果你在爱中 你很愿意 你会很有动力去拯救 你想救这个 你爱的人 这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去在爱中 活着的话 我们会享受生命 也很乐意祝福人 好了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这里讲到我们的身份 是非常的宝贵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真正的既知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叫你们宣扬 那叫你们出黑暗 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里首先 我现在示范一下 用这个神性情讲到法 神性情讲到法 是常常讲到神的性情和恩典 其实本来我叫神属性 因为有些人不明白属性 所以我用神性情讲到法 其实属性更好 因为属性也包括他的恩典 这里有什么属性的 神的属性的 神的本性就是这样 他的本性是 所以在他心中 生命是很宝贵的 人是很宝贵的 他里面有这种的 生命也有这种信念 人是很宝贵的 所以当他拯救人的时候 他就将我们 变为非常的尊贵 他们我们就是被拣选的族类 你在学校有没有被老师选为班长 没有 被选为班长是不是很好 或者是有一个美男 或者是美女 选中你是不是很开心 如果这个人走过来 我很喜欢见到你 我觉得我会说 非常美好 被拣选 现在我们不是被一个美男 或者是美女拣选 而是被神拣选 他看中我们 是不是很宝贵 神在永恒拣选我们 非常的宝贵 是有宝贵的祭司 这是我们去 宝贵原文是什么 是好像王叫 我们是好像一个王 我分享一下 我认识有些人 他们去过天堂 其实我为人祷告 有三十人去过天堂 而且有两个去 继续去天堂的 有一个人去我没有 不是我为他祷告 他去天堂的 他自己祷告去天堂 很多次 他去了天堂 他认识我之后 他有一次见到我在天堂 他说我见到你的时候 你好像一个很尊贵的王子 在天堂那里 我听到很感恩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尝美天父 不是我的好 是神的好 是神的拣选 我们每一个都是很尊贵 在神的眼中 我们都是王子公主 但很多人是这样的 身份是王子公主 活得好像孤儿 你是不是这样的 你的身份是王子公主 但你活得很可怜 很苦啊 世奉也是很苦 其实世奉可以很喜乐的 我告诉你 我一边讲道 我一边在爱着神 我一边爱神 神的爱就在我里面流动 所以我一边讲 一边享受 这个就是习惯了 我习惯与神的关系 我随随任何一秒钟 我在半夜醒过来 耶稣马上喜乐就来 因为我的灵开通了 我的灵整个心灵都喜悦神 我心灵常常属上神的恩典 我常常都感激神 在里面充满对神的爱 所以我感谢神 我随时随地都 尽力神的平安 我们就能够有这个 非常尊贵的地位 也与神有这个能力 同在 任何时间都活得 好像王子公主一样 常常都在被爱的状态 我去被爱 现在被爱 你现在想一想 现在耶稣看着我就喜欢 现在耶稣看着我就爱我 就在祝福我 你可不可以这样心态 而且去发出来 这种对神的感激 我对神发出这个感激 我发出这个感激 马上就里面就有爱有喜乐的 我一边想着神 就马上有神的同在 所以我就享受生命 感谢天父 是圣洁的国度 有很多国度是怎么样的 人都是犯罪 都是后切 杀害 毁坏 都是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在这个情况 人会觉得很伤心 为什么人变得怎么样 但在天国里面是圣洁的活度 我们明白我们跟宗神 尊宗神都去活在圣洁里面 圣洁的生活是美好的 有些人觉得圣洁很严厉 很大的压力 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你喜不喜欢天堂 喜欢 天堂是不是圣洁 是 天堂有没有骂人 没有 天堂有没有人 轻看你 没有 那你的家中有没有吵架 有没有轻看人 有啊 为什么家庭有些时候不开心呢 因为没有圣洁 所以圣洁是美丽的 我现在去解释神的属性和恩典 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形容呢 因为我常常都思想神的美善 我想到神的圣洁 我就喜悦神 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 人 领袖 很多都不是圣洁 所以世界上有很多问题 如果人都好像神这样的话 我们地上就好像天堂一样 天堂这是圣洁的国度 所以我们感谢神了 我们是在圣洁的国度里面 神寄给我们这个恩典 所以我建立人的灵命的时候 我就鼓励他们 我在圣洁里面去美丽 去享受的 你的家就没有吵架 你与弟兄姐妹 就常常都是平安喜乐 虽然有些时候他们做的不好 你说不要紧 下次留意这个人 这样的话 不要紧的 我们一种侍奉的人 有些时候都有些地方 我们都会 我首先欣赏 欣赏你们很乐意来这里 一种侍奉神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处理 但我处理的时候 我都是让他们看到 我去看中你 我去看中你的 你是很宝贵的 你是很宝贵的 很重要的 我有你 我开心很多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活在圣洁的国度里面 有问题我们就处理 但不需要用发露的方法 用平稳安静 轻松的方法 然后我们 是属神的子民 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信 给我的太太 她说有一句话 我最重要的 我最喜欢的 她问我 哪一句你觉得我最喜欢 她最喜欢是哪一句 我的 然后她的名字 我的 我的宝贝 我的 她说我最喜欢看到 她是我的 神对你说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知道吗 你是我的 就好像父母对孩子说 你是我的 你是属于我的 你是我的儿女 其实是很宝贵的 但你没有解开这句话 你没有看到这个美上 你是我特别看中 你是属于我的 这些经文 其实很宝贵 你留心读 这些圣地里面的恩典 神的属性 你就很乐意的 侍奉神 也尊重神 然后这个就叫我们 圣人 那叫 叫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过名 指 这是谁啊 叫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过名 这位是谁啊 这是神啊 神 不叫我们 这是很长的形容词 很长的形容词 所以我们就要 宣扬神的美德 祂的美善 祂的美好 这是祂的恩典 所以基督徒的 职份就是 分享 神的美善 但很多人以为 释放神主要去告诉人 怎样 信耶稣 更重耶稣 这个是重要的 但最重要是 宣扬神的美好 然后人就会 跟从神 这是我们去宣扬 神的美德 然后人就会被吸引 人就会 跟从神 所以我们的责任 第一 荣耀神 葬选神的荣耀 宣扬神的美善 然后 带人 明白神的美善 让他们看到神的美善 这个是圣经里面教导 圣经里面 其他的经文也说 叫基督在我身上 造成显大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 或者是做侍奉人员 最重要是 证据神 最重要不是 吩咐人做什么 我们要吩咐 但这个是 次要的 第二 第一是 证据神的荣耀 是荣耀神 圣经很多地方都说 叫神的荣耀 得照 得照 成长 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但我们越 活在神的美善 神的恩典中 你越能够改变人 你有没有发觉 今天下午这几个小时 你的生命好像轻松很多 好像有力量很多 有动力很多 是不是 这个就是恩典 这样西方是不是更有力量 这样能够改变人 如果你整天说 你没有 你没有正中生 你没有 你没有跟中生 你没有读圣经 你没有祷告 你要读圣经 你要祷告 你要传福音 你整天都去听这个 就好像妈妈对你说 你要洗碗 你要洗衣服 你要 你要放 你要读书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但很多西方就是这样 求神帮着我们 充满恩典 但很多很难讲恩典 觉得很难讲 我们需要去 发觉神的 神的美善 看了神怎样祝福我们 祂怎样改变我们 怎样 我们多次的犯罪 神还是接纳 神还是感动 我们多次犯罪 神是不是打你啊 他们去骂你啊 他去感动我们 很柔和的 谦卑的 都去接纳 是不是很美好 神用的方法 很柔和的 很柔和的 我们感谢神 所以改变人 首先我们被神的美善改变 常常 每一天都赎上神的美善 在神的美善中 享受神的同在 你专心祷告 有没有发觉 这种平安就来 这个就是神的美善 每样东西 你都看到神的美善 创造的美善 食物的美善 什么食物 你最喜欢 你想一想 每种食物 都有它的 美味 也有它的香味 也有它的香味 闻一闻才是 想到 这个 菠萝啊 这个 很多种水果的甜蜜 这种味道 感谢神 沙 蝶子 是不是 海 海 对吗 蝎子 都是 不同的味道 是不是 感谢神 而且我们的眼睛 能够看到美丽的东西 我们的口 能够唱歌 也可以听到 我们的耳朵 可以听到声音 如果你俏量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 可以变得很美丽 我在这几天 也会告诉你们 怎样超人 你们的声音 Hallelujah 耶稣 Hallelujah 你们唱歌 可以有感情的 主 耶稣 爱我 有没有听到 我的声音的感情 我说话的时候 也是这样 这个是可以操练的 感谢神 我们的声音 可以有这么多的变化 你看到我的声音 在不同的变化 这个就是神创造的奇妙 Hallelujah 整天这样 享受神的美德 你的生命就吸引人 如果你的教会 都是充满恩典 充满慈爱 充满喜乐的 人都会改变 你们这里有多少母亲呢 有多少母亲可以举手吗 母亲 怀胎的时候 是不是很 母亲 不是 是不是 十月 怀胎 是不是 真的很小心 是不是 也很辛苦 很重 然后生产的过程 在网上 我看到的 他们就去 引这个 母亲的表情 声音 哇 非常地痛苦 但这个孩子出生 这个母亲就笑了 就忘记这个痛苦了 这个母亲 放在儿女身上的爱 是这么大 从小这么照顾 是不是很多的努力 她有病的时候 照顾她 供应她 帮助她 教导她 每一方面 其实真的放很多心 在里面 所以母亲就更明白神的心 但我问你一下 你的儿女有没有很欣赏 看到你的每一样的美德了 你知道你付出多少代价 但她好像看不到 如果你的儿女有一天对你说 妈妈 我现在知道你怀胎的痛苦 我知道你付出的代价 你真的为我付出很多 你会怎样 有什么回应啊 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感觉啊 哇 非常的激动 我告诉你 很多人都不能这样回应神 神对我们做的作为 比跟母亲的作为哪样大 神的极大极大 因为他每一天多次多次的 照顾我们 帮助我们 多次多次的感动我们 多次的感动我们 回到他那里 他多次的在我们生命中做工 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 其实你不应神的话 你发觉真的神为你预备去眼睛 未曾看见的恩典 我告诉你 我一生人 我十九岁 信耶稣 哇 我以后经历的恩典 实在 极度 极多极多 非常多 每一方面都很多 包括我学弹琴 我学弹琴 只有一年的时间 但我有非常好的老师 这个非常好的老师 就叫我上四堂 但我录影他 有其他老师叫我 但有一个老师 他叫我录影了 然后我 跟他的方式去练习练习练习 后来我慢慢 谈得进步很多 后来是圣灵教导我 这个老师没有教我的部分 我好像在谈的时候 圣灵就教导我 很多方面我都看到 神的很奇妙的恩典 所以你们如果有人想学 我可以在有空的时候 可以吃饭给你看 怎样回家去教练 这是每一方面 我觉得神给我的教育 我的家庭是怎么样的 我的父母是离婚的 我的后母来之后 我就做梦 我就梦游 因为他常常骂我们 打我们 我当时是很大的惧怕 我的爸爸常常赌博 我在中学的时候 有做工赚了钱买了衣服 后来这个衣服失重了 因为我的爸爸拿去卖了 他已经离世 我曾经向他传福音很多次 这个是 在我这个家庭 我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教育 但神给我这个机会 有人帮助我 去外国读书 我读书很多 我也感谢神 因为我读了书很多 我的语言的方面 我能够去很多国家 差不多任何国家 我都可以宣教 因为神给我这个语言的恩赐 这个都是恩典 我每样都感谢神 神啊 不是你 我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的话 我今天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教导 我这次教导 其实我这次教导 我都没有听过人讲的 我不是从中学的 是神亲自教导我 教导我这个平衡恩典 无律法 我感谢神 感谢神 神啊 是你的美好 我希望你们都这样说 神啊 是你的美好 是你的美好 我们不配的 其实我犯过很多罪 是神怜悯我 老是我改变我 不是我够好 是神的恩典 伟大 所以非常重要 是我们看到神的美善 我们感激神 好像如果你的儿女 感激你的话 你会非常的开心 我们感激神 神会非常的开心 以神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你整个生命就会提升 你整个生命就去到 非常高的层次 你也能够祝福人的生命 求神帮助我们 下面我们再继续讲 这个整个提升人的灵命 这个提升必定是 从神的生命来的 神的恩典来的 神的恩典 是给我们力量 神的律法重要 神的律法告诉我们做什么 非常重要 但力量来自于恩典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